十大券商 真价投无惧假外资退出 跨年行情不惧扰动涉及而上 A股仍是可谓阶段 炒股就看 权威 专业 即使 全面 助您挖掘潜力主题机会 中信证券认为 内外不扰动旨在周度层面影响蓝筹行情的节奏 但影响将迅速消散 岁末年初库部门政策逐步进入凝聚合力的阶段 蓝筹行情的趋势不变 年底市场博弈加剧 充立流动性环境下高切低仍是阻力最小方向 在蓝筹行情的节奏变化中 坚定围绕三个低位继续布局 随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召开 与宽松预期的阶段性兑现 投资者对政策基调 地产风险等问题 逐渐从前期的分歧走向一致 市场已对上述预期变化充分定价 二 受益于稳增长预期 同时低估值修复的新老基建 地产等板块 首先 当前处于盈利真空期 但明年一季报的体感回落压力较大 其次 疫情扰动全球供应链修复缓慢 叠加美国工资 通胀螺旋 届时美国的高通胀回落 大概率会被证伪 在出口韧性及地产无系统性信用风险的背景下 春节后稳增长的力度 印证大概率难及乐观投资者的预期 近期北上资金持续流入大消费板块 我们认为随着消费板块提价潮开启 后市定价全强 具有品牌优势的企业有望率先受益 龙头公司成本端压力逐步得到缓解后 中长期有望享受原材料价格回落 加盈利弹性修复的红利 2022年 消费品龙头公司 有望以外估值与盈利的戴维斯双击 建议关注α属性的优质大消费龙头公司